全民运期间花莲县政府在美轮溪上游做了整治工程 增加周边尤其好地方 新元李秋旺希望县政府可以针对下游进行整治还有整设设施 另外明年莱克多巴胺的株枝就要进口了 他也希望县政府要赶紧订定制止条例 保障花莲的食安问题 为了迎接全民运 花莲县政府向中央争取2022年在花莲举办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建制了修缮各个运动场地 而美轮溪上游也修建了溜冰场和曼苏蕾球赛 县女秋旺表示 也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在美轮溪下游增加游气设施 让大家来到这里游玩 我想大概就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美轮溪的整治部分 那我们看到自从全民运之后 在这一段期间 这个花莲县政府团队非常的努力 那也看到在上段跟下段的部分 这个都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整治 那但是从这个清澈山脉 舒服管一直往下延伸到万瘦桥段 这一段到目前来为止还没有整治 那是杂草重生 而且核道有预计的状况 那刚刚邓紫瑜处长也特别强调 一定会在这个 就是我们冬季 沽水期间一定会来做整治的工作 也让这个整个美轮溪的整治 能够避全公益 另外明年1月1号 美国莱克多巴胺的猪肢就要来到台湾了 希望政府能够做好 奠定这些条例 不要让华人吃到有毒的猪肢 那另外对于莱克多巴胺的莱猪问题 我想我们最疑惑的是 蔡政府开放莱猪进口 开放美猪进口 我们国人希望 是不是能够犯到对台湾有利的任何条件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没有犯到任何东西 这个是我们最遗憾的地方 同时大陆人他们缺牛肉 他们吃的却是没有含瘦肉菌的美猪 而台湾人要吃的却是含瘦肉菌的美猪 更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莱克多巴胺不能使用在国产猪的身上 我想这个是多么矛盾的一个问题 那刚刚卫生局长也特别强调 这个莱克多巴胺就好像这个安威他命一样 吃了恐怕对身体会有残留 会有不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因为没有任何科学数据能够证实 莱克多巴胺对人体是无害的 所以我想我是人 我反对莱猪的进口 现在你希望也希望幸福能够做好把关莱猪的流向 做好仿制的工作 来确保新闻们吃到安全的注资 记得喜欢和观众朋友 来吧 谢谢大家